武火龍都有博物館,大坑活起來 大坑武火龍可以說是香港其中一樣傳統特色 但面對高級餐廳進駐 和發展商收購舊樓在豪宅 舊建築和文化可以怎樣保留 67歲的輝哥在大坑土生土長 除了是大坑火龍的總指揮 還堅證衰月對大坑的洗禮 這裏是農溪台,這裏沿沙街已經拆光了 有機會申請火龍博物館? 現在我們申請,現在進行中 初步接觸了 說的是書館街12號這棟舊建築 晚清那陣是孔聖會的異學 日漸時期受嚴重破壞 49年才改建到現在這樣 廢哥希望推廣武火龍傳統 如果申請做博物館成事 會展出歷史、照片和片 有信心做到自負盈規 除了大坑舊義學 今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還有司徒拔道的景然里 上水河東夫人醫局 和博富林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 除了要政府出面推動 有三級歷史建築的私人業主 也主動活化 好像這座舊樓一樣 業主保留木槍和特色樓梯 改裝成咖啡店 聖誕想分享很多好東西 想聖誕和朋友有話題 想知道夜場有沒有震愛 今晚6點後實聖誕想分享 喜愛夜袍衫的戲票等著你 記得登記做NEXTOMO會員 希望